民間國中拿牛丁因為當年輸用 土腳、土豬壁起 加上白醉不良用於這水 我們到管長可惜華 特別前往好好來回坑 回坑當中剛好住到 學生要來打牛 學生也當中前 現在的牛丁的狀況 可管長答應將會來冠軍站著 好好改善拿牛丁 以及酒比的設施 下課時間一到 原本要穿去拿牛丁打牛的學生 一看到館長馬上停下來 要讓館長作回那一場 而且沒得可惜華館長作回到拿牛丁的學校 也說出現在好好拿牛丁的健康 很硬 還是怎樣 還是看不清楚 地板很粗 然後那個線要重劃一下 拿牛是很多學生虛的溫度 一到下課就算只有跌跌10分間 大家也是會拿到牛 趕快來摘牛丁 就是希望可以多道理幾球 為了改善民間國中拿牛丁 南道館長可笑話答應學生 將會趕快變得健康騎走好好 讓學生可以有安全的運動空間 我們會館恰巧碰到我們一群愛打籃球的學生們 要利用下課時間就直接往籃球城衝 看到他們對籃球的熱愛實在是也相當的開心 剛好借此向孩子了解一下對籃球場的整體的需求 那孩子也特別表達 他說這個地板比較粗一點 那常常有時候跌倒會比較痛 那還有很多的這周邊的設施呢 就算是改建好 還有旁邊的這個樹木呢 是需要移植的 那我們希望把旁邊的這個矮牆 把它做好 可以把它做成孩子的加油台 那在這邊可以為我們打籃球的孩子來加油打氣 學生也在現場典現球界給副館長看 不可能因為太過緊張就倒沒力 再一次機會就不再漏氣 看到學生快樂運動的模樣 也讓副養花非常開心 而且還表示 關乎一定的精力提供支援 以讓學生一個安全的運動環境 繼續剩好看 掌握報道